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说导致大片竹林的枯死 是什么原因导致竹林大面积开花呢 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们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竹子 它的身上到底有多少人难以知晓的自然奥秘呢 实际上竹子开花的情形并不罕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的四川甘肃等地 建竹林大面积开花后成见死亡 规模之大 竟是当地的野生熊猫闹起了饥荒 同样在山东省济南市各大公园 竹林也相继开花 当地专家讲 开花的竹子将在一至两年内死亡 而要想自然恢复竹林生态 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 近年来 我国东部不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 这种情况的发生 与竹子大量开花随即衰亡有没有关系呢 李路斌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长期从事园林植物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工作 在毛主基因组测序研究方面 做出较大贡献 李教授告诉记者 竹子因种类不同 寿命也各不相同 扛的可达80至100年 一般情况下 竹子在生命终结前开花接种 不过在生存环境不利时 开花现象会大大提前 当那个遇到逆境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在想 就是你可以很佩服的 它基本处在一种 类似于舍生取义的那个状态 它开完花之后就死掉了 李教授告诉记者 竹子看似平常 实际上是一种极其顽强 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命体 竹子挺拔坚韧的外表 漫长的生命周期 不同反响的繁衍方式 尤其是绽放花朵时 奏响的生命绝唱 都深深镇刻着千百万年来 大自然周遭演变的烙印 为进一步了解竹子的生长特性 和传奇绅士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 跟随植物专家 来到我国东部著名的竹箱 浙江省安吉县进行考察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东北部 隶属于湖州市 距省惠航州83千米 初到安吉 记者便被满眼的绿色所吸引 安吉县四面环山 满山的竹林将一座座村镇 勾勒得如世外桃源一般 在安吉 百姓的饮食起居 处处离不开竹 人们不仅种竹 伐竹 用竹建房 制作各种竹器出售 还用竹子制成乐器 陶冶性情 在一个小镇 考察署邂逅了 当地一个奢族人的婚礼 迎娶新娘时 人们喜气洋洋地 跳起了竹竿舞 当地人告诉记者 这个传统在当地 已经沿袭了千百年 记者了解到 安吉的竹林分布非常广泛 达到98万亩 安吉地区的地势 东南高 西北低 三面环山 中间凹陷区域 形成本基形的狭长盆地 每年春夏 暖湿空气自东部进入这里 形成充沛的降雨 这非常有利于竹的生长 那么这里的竹笼 可否目睹过竹林开花的景象呢 记者了解到 在上个世纪 安吉遭遇了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 粮食颗粒无收 恰在此时 竹林大面积开花 并接出竹米 也就是竹子的种子 竹林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 还用自己的种子 挽救了人们的性命 今天的竹笼们 对此依旧念念不忘 竹子开花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60年到61年的时候 包中子包固的种尾香 很香的 所以这次年 把这个米 大家都在采了 救了人命了 救了我们 不是我们这个安吉遭 这个安吉遭都救了 在竹笼们看来 竹子终其一生 都在为人类 无私地贡献着一切 而在从事竹类研究的 金教授看来 竹亚科植物所有的特性 都是与自然不断适应 和抗争的结果 亲爱武 利水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竹林 可以育于利用的研究 金教授告诉记者 竹在分类中 属合本科植物 也就是说 它与人们熟知的芦苇 小麦是同宗的 然而金教授又说 竹亚科植物 科植物在进化史上 走过了一条 极不平坦的道路 它最重要的特性 体现在它的繁殖方式上 了解了这个特性 竹林一开花 便满山枯死的原因 便会迎刃而解 跟随金教授 记者来到了 位于安极县城南 十二千米的大竹海 随行的竹农老王 告诉记者 一场雨过后 竹笋会生长更快 它曾眼见一枝春笋 一皱叶长高一米 好 手查一下 马上扎 这个地方是边纸 哎呦 哎呦 好 好有成就感 实际上竹子呢 地上是一根根的 地下呢 是有横走的径 我们又成为竹边嘛 完全的系在一起 地下的竹边呢 可以在土壤里面 分布到五十 或者更深的 土层中 我们看到一个芽 非常保暖 这个芽呢 到今年冬天 变冬笋 明年春天就春笋 如果再把它流氧起来 那就变竹子了 那这里除了竹子之外 好像其他种类的植物很少 这是为什么 其他的植物 如果要在这个林子里生长 它碰到一个困难 什么困难 它一颗种植物的一个幼苗 要自己吸收营养 把自己长大 但这个芽 它通过那颗竹子 甚至是那颗那颗 整个竹林的竹子的营养 都可以供应到这个芽里面 在四十五天到五十天的时间 就变成十二米高 很快地把它空间占有 金教授说 竹边的四处蔓延表明 竹的生长具有极强的扩张性 年前连绵的群山 在很久以前 或许曾是各种林木丛生 而当竹子在此落户后 只要雨量充沛 它的根系便在土壤之下 肆意蔓延 由于长势迅猛 竹会迅速消耗土壤中的养分 其他植物最终因养分 被剥夺而枯死 不出几年 大片山岗便成为了竹的领地 有一个 看刚才我们 这个明显的 你看我们已经收获这么多了 我也渐渐地找到了一点经验 你看这个地形 这边地面旁边的 好像竹子很少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 有一个隆起的地方 这土有明显的裂痕 这说明下半年植物 在生命力旺盛的往上 想要破土而出 这时候叔叔发现说 这里可能就有边缩 马上就爬出来了 来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 好我们试一下 这么大的一根 好粗壮的一根 好 金教授告诉记者 银笋能向各个方向延展 穿透力极强 几乎可以刺穿任何坚硬致密的土壤 但其生长还是有规律的 一般情况下 沿着母笋的生长方向 向前30厘米左右 便能找到新的边笋 好 双胞胎 师傅非常兴奋地 给他请名叫双胞胎 金教授告诉记者 竹的扩张性 不仅表现在 对其他植物的排斥 当竹子营造起自己的王国后 同类与同类间又开始了竞争 一方面竹子会拼命地长高 以获取更多的阳光 另一方面 生长力旺盛的竹子 会在地下拼命挤占同类的生长空间 在客观上 人们有的时候说竹子霸道 这怎么讲呢 就是在它的竹林下 很难有其他的东西茂盛的生长 在一定的年份之后 会被死掉的老的竹边 和正在发生的新的 正在茂盛生长的竹边 全部占满 那么这个占满客观上 导致了它里边的土壤的 有机质啊什么的 都会被大量的消耗 消耗战持续到最后 大量弱小的植株渐渐死去 一大片区域只存留下 生命力最强劲的母体 和它繁育出的无数新竹 形成一眼望不到边的 竹海盛景 考察中啊 记者始终有一个疑惑 竹科植物为什么具有 如此强劲的生长策略 与和它同宗的竹如 芦苇 水稻等 河本科植物比起来 竹又是如何锻造出 如此鲜明的个性的呢 对记者的这个疑问啊 专家进行了细致的解答 竹子历经数千万年的 千魔万机 坚定地重复着 新生到死亡的轮回 一场春雨过后 寂静的竹林里 春笋拔结的声音 犹如一首生命交响曲 给整片竹林带来了盎然生机 李教授告诉记者 竹的祖先 古河本科植物 起源于1.4亿年前 那时 陆地表面还是高大的 螺子植物的天下 低矮的河本科植物 只能在森林的边缘地带 默默地忍受恐龙的践踏 时间一晃到了6500万年前 一颗直径10千米的小行星 对地球猛烈地撞击 瞬时间将生机盎然的世界 变得满目疮痍 恐龙消失了 翻天的树木不见了 然而 河本科植物的种子 却在地下默默地存留下来 当大劫难的硝烟渐渐散去 河本科植物替代了昔日高大的桥木 开始粉末登场 为适应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它们开始分化出各式各样的生物形态 使地球又再现了勃勃生机 在河本科的这个分化过程中 那么玉米 首先在64.6百万年以前 玉米就分化出来 从河本科中 河本科中分化出来 那么我们的竹子的分化年代 从河本科里分化出来 是在大约7到12百万年 那个阶段分化出来 然而竹亚科植物 并不是诞生在一个风调雨顺的时代 1200万年前到700万年前间 大规模的造山运动 使地球的气温骤然降低 各类地质灾害频繁爆发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 刚刚形成的竹科植物 默默忍受着大自然的狂暴肆虐 一点点磨练出 在险恶环境中生存繁衍的各种品质 珍惜的大熊猫 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食物链被破坏 而被迫从食肉类动物 转变为依赖猪亚各类植物 为主食的杂食性动物 大熊猫的这种特殊的适应能力 使得熊猫家族 可以在环境恶劣的冰河时期中 繁衍生息 从而成为至今地球上 为数不多的动物活化石 考察中金教授告诉记者 竹亚科植物最早萌发在 温暖湿润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然而数百万年来 由于气候的改变 竹开始逐渐适应了寒冷的环境 正是由此 它与松和梅一起 被文人默克 欲为能够傲学挺立的碎寒三有 在适应寒冷气候的同时 与芦苇水稻等重属于河本科植物的竹 外表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 它渐渐褪去草本植物柔弱的特性 开始显得刚直而挺拔 金教授说 普通草本植物身躯柔弱 因此无法长高 这是其在获取阳光时处于劣势 主为了获取阳光 必须要在高度上尽可能地超过其他林木 木本的经以及特殊的结构 为竹的增高创造条件的同时 还为有效地抵御环境的骤变 创造了条件 竹子是属于河本科 所以竹材它有个特点 它的纤维是纵向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叫裂竹见指纹 破竹见真心 所以我们竹子只要随便一刀 它又一分为二了 但是我想无论是谁 刀用这样的砍法是砍不断的 它所有的脂纹纤维排在这里 它把所有的纤维一直砍断死 不可能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非常坚固 然而金教授又说 竹的坚韧 仅有木本的精和坚实的竹节还不够 在长期的演化中 竹的细胞和纤维都发生了形变 这是竹被誉为植物钢筋的内在属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竹纤维的形态 记者特地来到国际竹藤中心实验室 通过科学的仪器观察竹细胞 其纤维的核心结构 记者看到 每一个铺开的竹子都均匀地分布着竹节 它通过竹节来加以强化竹子的强度和韧性 从而保证了它的弹性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竹材上面有很多的小圆点 这个小圆点就颜色稍微深一点的小圆点 就是我们这个叫维管束 从结构上来说 它特别像一个符合材料 像一个纤维增强的符合材料 所以说竹子天然它就是一种符合材料 于博士告诉记者 竹虽属于河本科植物 但具有木质的精 同时竹精不仅坚硬 而且非常富有弹性 它的比强度比磨量 就接近玻璃干纤维的 就玻璃纤维这种水平 竹纤维是一种非常强 力学性能非常优异的一种天然纤维 于博士说 清明的竹材具有很强的抗扭 抗减和抗拉能力 这些优点十分出众 以至于飞机的低翼 锋利发电用的悬翼 便是模仿竹子结构来设计的 千百万年来 气候的骤变 地质灾害的反复 尽管可以摧毁竹子出路地表的植株 却不能根本上扼杀竹的生命力 一旦环境稍有恢复 它们又会破土长出心损 用最快的速度重新装点出生机盎然的世界 那么如此生命力强悍的竹 有没有天敌呢 记者在当地林业部门了解到 在安吉 竹林分布密集 占森林覆盖率的50%以上 考察队在距城南23千米的山川乡 有了新的收获 竹林中一个不大的洞穴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老张你太厉害了 这就是竹鼠洞 金教授说 这个洞并非是竹鼠洞 它只是一般的田鼠洞 竹林里像这样的洞也不少 竹鼠洞比这个洞要大很多 正说话间 一处弱竹丛忽然动了起来 金教授说 窑洞的竹子下面 有可能就是竹鼠 竹鼠 竹鼠又称竹溜子 是一种竹林中常见的镊齿动物 竹鼠沿着竹边的掌势打动 寻找最新长出的嫩竹 咬断根部后 拖拽进自己巢中使用 竹鼠的食量很大 对竹林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金教授找竹鼠在我们安吉地区的竹林里 有多难 虽然体积很大 体积有多大 一公斤 虽然有一公斤体积很大 但它的中部密度非常小 达到什么程度 专家告诉记者 竹林底下存在竹鼠 并非坏事 竹鼠虽然贪婪 但也受自然规律的聚配 其种群的数量 受制于竹林的面积和茂盛程度 与此同时 竹鼠对竹的毁坏 人类的采伐 又刺激了竹的生存本能 使竹在遭受损失时 萌生出更强的生长能力 而经验丰富的竹笼 也洞悉了竹的生长规律 掌握了一些帮助竹林 抵抗灾害的方法 师傅 这个勾烧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这个第一个 这个烧不勾掉 把大雪 冬天的时候 大雪把我们毛子压掉了 哦 或者我们没用 所谓勾烧就是竹笼利用竹子 自身的弹性来巧妙地完成的 勾烧既可以避免风雪灾害 折损竹子 又可以刺激竹的应激本能 加速竹子的生长和自我强化 看起来非常简单 它是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就是物种感知到自己 被大量拿走或者攫取的时候 它会启动 它会更刺激它 来占领自己的地方 这绝对是正确的 咱们假设下一个 一个比较健壮生长的一颗毛竹 比如说这一只竹边出去 能产生 一年应该产生几个损 可能你人挖了它一个之后 它会刺激的再多产生几个 这是有可能的 考察中记者了解到 2013年春夏 浙江省遭受了大旱 然而安基的山中 依旧是一派竹林苍翠 流水缠缠 人们照常安居乐业 未遭受灾害过多影响 专家告诉记者 之所以这样 正是由于安基广袤的竹林 涵养了山中的地下水资源 因而有效抵御了汉秦 在这里 竹的顽强坚韧的品性 与人类精心的呵护 和谐共存 共同补解出一部 天然而美妙的自然乐章 竹子对于水分温度和土壤的要求 可以说非常苛刻 但只要是在核治的生长地区 它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 又异常的强大 这种既强大又脆弱的植物 在中国分布广泛 种类繁多 英国学者李约瑟甚至称 说中国是竹子文明的国度 有专家分析 这是因为中国拥有特殊的山和地貌 加上地处东南寄风带 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 暖湿气流的影响 因此众多地区都很适合竹子生长 多元的地貌和气候 也使得不同种类的竹子 能够找到自己的家园 演绎出生机勃勃的竹海景观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花现象会大大提前 当那个遇到逆境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在想 就是你可以很佩服的 它基本处在一种 类似于舍生取义的那个状态 它开完花之后就死掉了 李教授告诉记者 竹子看似平常 实际上是一种极其顽强 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命体 竹子挺拔坚韧的外表 漫长的生命周期 不同反响的繁衍方式 尤其是绽放花朵时奏响的生命绝唱 都深深镇刻着千百万年来 大自然周遭演变的烙印 为进一步了解竹子的生长特性 和传奇绅士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 跟随植物专家 来到我国东部著名的竹箱 浙江省安极县进行考察 半年内死亡 而要想自然恢复竹林生态 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 近年来 我国东部不少地区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 这种情况的发生 与竹子大量开花 随即衰亡 有没有关系呢 李路斌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长期从事园林植物种植资源 与遗传育种研究工作 在毛竹基因组测序研究方面 做出较大贡献 李教授告诉记者 竹子因种类不同 寿命也各不相同 扛的可达八十至一百年 一般情况下竹子在生命终结前 开花接种 不过在生存环境不利时 开花就意味着竹子生命的终结 而且会迅速蔓延到整片竹林 也就是说导致大片竹林的枯死 是什么原因导致竹林大面积开花呢 对此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们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竹子 它的身上到底有多少人们 难以知晓的自然奥秘呢 实际上竹子开花的情形并不罕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的四川甘肃等地 建竹林大面积开花后 成见死亡 规模之大 竟使当地的野生熊猫闹起了饥荒 同样在山东省济南市各大公园 竹林也相继开花 当地专家讲 开花的竹子将在一至两个 茂密的竹林出现神奇的竹林 它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生长特性 和传奇绅士 绿野寻踪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2014年4月 家住浙江京华的农民发现 这山上200亩竹林突然开出了花 一见这情景当地人不禁大惊失色 要知道 在康吉县位于浙江省东北部 隶属于湖州市 距省惠航州83千米 初到安吉 记者便被满眼的绿色所吸引 安吉县四面环山 满山的竹林将一座座村镇勾勒得如世外桃源一般 在安吉 百姓的饮食起居 处处离不开竹 人们不仅种竹 伐竹 用竹建房 制作各种竹器出售 还用竹子制成乐器 陶野兴情 在一个小镇 考察组邂逅了当地一个奢族人的婚礼 迎起新娘时 人们喜气洋洋地跳起了竹竿舞 当地人告诉记者 这个传统在当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